小城起源,上你做了我心头永远的阿人,脸上方可收听,这是一个花香你怀的季节,一朵朵月季花将柔以你,一风而舞,我轻轻地俯身,小心地抚摸着眼前恶魔多姿的月季花,紧吻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庞,我才摘下一朵最美的花花插在头上,以为在你的怀抱里宛如一个娇羞的新娘, 寒清默默,娇艳迷人,而老天就安排我们相逢在这月季花盛开的季节里,你翻着满城的花香轻轻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,深邃的眼眸,清显的笑页,出我心寻的暖雨,把我几乎以冰封的心锁一点点打开,我望着你寒清默默,你望着我轻轻地说,我一直在这个小城里等你,我的眼睛潮湿了,一股脑流融化了心底里, 所有的悲苦与寒凉,心也变得柔软起来,我知道,那段潮在风中的奇缘,无声地飘淡了千百年后,终于在风的引领下,来到了我身边,我欣喜,睁大眼睛望着你,是那么完美无瑕,望着你,我仿佛望着一张巨大的琴网,今生我愿意困在你这张琴网里,永远不想走出去,是啊,这是命定的缘,我们都没有错过, 一段美丽的相遇,也深深地印在了那个美丽的小城,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邓绿军的一首经典歌曲《小城故事》,小城故事多,充满幸和乐,更充满了幸福的味道,也就从那一刻起,我喜欢上了夏天,夏天,非常炎热,说实话,我曾经不希望它来临,你的到来,改变了我对下的看法, 我不再忘,而且不,不再像以前那样讨厌夏天,估计,从此之后,我会期盼每一个夏天早点到来,因为在月季花开,垂柳飘飘的夏季里,我的思绪会鸟鸟升起,思绪也随着风中的洋柳一起在飘飞,多多月季花开放在我的周身,花香弥散,低下头和一朵最美的月季花深情对望, 它偷偷地触碰到了我的小脸,那仿若是你轻轻地亲吻着我,请客之间,我的心最倒在这样的浪漫情怀里,温馨,温暖随着漫过心灵,这是一季令我心动,令我眷恋的季节,这个夏季里有你,此外美丽,如果冬季里也有你,那我的人生就是岔子烟红的春天,亲爱的,我问你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? 你说不知道,你只知道最近的距离是心在心上,是啊,亲生,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多近,我们的心都在彼此心上,不管以后我们身在天涯海角,我都会把我的荣情和深深的眷恋,在每一个沉重木骨里托清风流雨送给你,亲爱的,你知道吗? 这一生,我为了寻你,我吃尽了苦,那么以后的日子里,就让我们心手向前,温暖彼此,用你的心紧紧锁住我的心,别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再次走丢,此生,我也会把你珍藏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,用一生的爱来陪伴着你,为了千年前的这段成员, 为了那些年不变的梦想,我愿意再等你千年,亲生,你一句帅气的身影,已经融入进我的湖里,你那好听的名字,已经镌刻在我心肩上,即便是,有一天,我们各自天涯,不能长长久久的陪伴,但是,请你记得我,已经为你奉心所爱,此生无悔与你亲手一世,我不怕寂寞,更不怕孤独,不舍求你朝朝暮暮的陪伴, 只要在以后的岁月里,有你的这份深爱伴在我身边,反正我沧海刚前就足以,亲生,我是你心灵的知己,你是我心头永远的爱人,送者简介,朝起朝落,来自江苏镇江,声音艺术爱好者,热爱朗诵,热爱歌唱,热爱生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